被破底 是不是啊 被破底 是吧 将进入不可靠 是吧 怎么不可靠啊 它要架不破底 量协调 采线确认才转好 是不是 要采线 采线什么 不破 基础十笔平均 采线 确认 怎样确认 那往今现场仰盖一 才能封地界有七成绩 大家呢 由跌 转身 那仰 仰 仰 仰处长 那阴阻跌 是吧 它要确认 你不确认啊 不知道采线采线 对吧 要采线确认 采线好 这是什么呢 这是将军柱 将军柱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将军柱 以后我们跟大家做交流 将军柱啊 也是我们找的角装 往往呢 它回踩三五八天打精准的 它一般会走出红马枪打 走出红马枪打 这是以后要跟大家做交流的 在实战啊 战法当中跟大家做交流的 还有什么呢 这是我们大家看 这两条条文做的 对吧 跟大家做交流的 也是 大家看 对吧 你看 也是 三日平均价格什么 在实底之下 但是呢 在实底之上 是吧 那他也是 是吧 101 这一天 采线采线 采哪个线 在福甲的这个 贾一线 正呀 虚定平平线 是采线 那确认怎样确认 一个跳空是确认的 这一天呢 有跟大家讲 它是什么 它是安枪测试的凹谷平平线 对吧 封领线 测试这个封领线 对吧 这个封领线 打一尸点平平线 采的封领线 对吧 胆枪 是吧 这就是个被量 有胆枪测试 先放筹码 然后碰大家这两天 是吧 将军柱 一定要一定要等 等我们的 等确认 等确认 那黄金柱呢 黄金柱是顶天理的牛软乾坤 那黄金柱量行好 驾步破顶 量缩小 驾身量缩 过顶触底 更精妙 就是什么 大家看 也是我们做的 这是案例 全是我们给大家做的案例 咱们用咱们 这几天 做的案例 给大家做交流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是吧 大家看 是吧 这一段 我们看这一段 是吧 你看 在这 黄金柱 是吧 那 一态为基础 一态为 这个跳空 是一个跳空 一态为基础 那我们大家看 一二三 三是什么 在基柱的石顶之上 是石顶之上 那 架量 是平均锁量 它是一个黄金柱 那它一个跳空 它就是个元帅 是它这个元帅 那这一天 针对它 它是不是 这一天也是个跳空 那它 它也是个元帅 对吧 这叫什么 一两元帅 是一两元帅 这天一个跳空 那后面这个基柱 后面这个基柱 生成三日 生成王牌 不管它是黄金也好 还是元帅也好 只要是王牌柱 那它前面的这个柱子 基柱 它就会成为帅 那这个跳空呢 它也会成 被成为帅 这叫两年元帅 是不是 那大灰彩 大家看 是灰彩 灰彩 一直灰彩 是灰彩在这个 黄金柱 石顶平均 是灰彩 黄金柱 石顶平均 并且它有什么呢 锅顶是触底 触在什么底 黄金 这个石顶平均 触这个底 这天触这个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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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底 金柱归彩 彩彩都是强壮 对吧 让它碰碰碰 是 就拉起这一波来 大家看 石九就拉起这一波来 碰碰碰这几个板 是拉起这一波来 是不是 黄金柱呢 它是什么 它是 架 架不破顶 两所小 锅顶出底 跟金柱 出的什么 出的是 基柱的顶 从处的底,过的底,处的就是这个顶的底 这是什么,这是强装 不破顶的是什么,不破顶是强装 所以说我们根本就是装 那元帅柱呢,他是个统帅柱 统领三军,接往开拉 就像大家看到什么,看到王父亲,对吧 大家看王父亲 如果他是什么呢 如果他是元帅接元帅 大家看这段,是吧 王父亲还去爱,大家看 是不是啊,前妻才是什么呢 前妻啊,他是王牌合理接力合理接力 对吧,他现在是元帅了,对吧 一个跳空,那三日形成王牌 他是不是,他就是元帅,对吧 那这个还是元帅,元帅,元帅 元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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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帅合理合理 是出生了,包括旧安 对吧,如果王牌 如果是元帅接力的话 那个老不得,对吧 他会走出吗,走出,大牛拉 是啊,元帅,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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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元帅,合理合理合理 对吧,碰碰碰,走出,走出这一波了 是波澜壮阔的,这一波,大牛市啊 是吧 所以说呢,我们要找什么呢 智慧的投资者,我们要找什么 找元帅,因为元帅处是八老 黄金和将军都要来 向他来报道,对吧 病毒,江广,他地率最高 说我们大家啊,智慧的投资者 我们要找什么,要找元帅处 对吧 而且元帅的,我们要找,要找黄金柱 黄金柱,找什么样黄金柱 架掌量缩的,锅顶,出底的 怎样出的金柱汇彩 这个基柱,黄金柱的顶 施定平文字,也就是个金柱汇彩 他也会大起一波走势啊 那王牌柱的综合理解 那王牌柱的核心是黄金柱 股市中,中间也是黄金柱 黄金柱就是量学的金子 量学的斩法都是围绕王牌柱 大家记住,王牌柱呢 就是股价上涨的动力源 是今天给大家交流的案例 找我们找到了什么 知道我们找到了王牌 王牌王牌,庄家的底牌 对吧,王牌王牌 市场的动力源,股票的启动器 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原有趋势的改变 定天地定于赚钱 包括什么,在接南底部 这个次阳,对吧 从跌到呢,转胜 那所长次阳过明白 那就是最好伏技圈 接南底部全从跌转阳 是吧,那还有什么 还有原有趋势的加速 做怪典转向 比如突破阻力位的地方 比如说过风平的地方 过大阳的地方 过台阳的地方 高阳的地方 是不是啊 那不过,不过那就是个怪典呢 遇到大力的时候呢 他就要嘛 他就要向相反方向的发展 如果这个地方在规点这个地方呢 他在平台 有次大规点 对不对 如果在平台奥口过流出敌 那么他突破了这个平台 至少你这个撞墙嘛 墙是我们要第一时间的跟着 如果突破阻力位加速 那有在所有的趋势 没有趋势加速 是不有效 就需要什么 就需要王牌的确定 在这四大规点当中 看到了王牌 看到了特别什么 特别老师讲的是悖良王牌 是不是啊 平台起注 奥护起注 过病起注 和处理起注 这些关键的具备当中 关键的拐点当中啊 就需要这个王牌的确认 那找到了王牌 这我们就找到了张家的底牌 在什么 在顶天立立的位置 帮忙去用 扭转乾坤的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 通过我们通过认识王牌 用以线派定法 这是什么 这是主要毛肚破解法 也是老师说的大正在找完结 在呢 纷纷复杂的料理当中 一眼我们就找到了王牌 对吧 也就快速发现阻挡一面的 将军之注 发现流转乾坤的黄金之注 急速确认 其王牌的元帅之注 那王牌注的基注 它反映的是 主力自身 它做多的能力和意愿 那王牌注的辅助呢 反映的市场正有合力 和市场的氛围 这一个礼拜 三个装 那一个好汉 三个棒 那基注有能力 那如果是辅助呢 它是什么 就是小或是鱼 它也不强 但是后边辅助 如果是后边是大 是什么 是羊 它就有做多的合力 就包括刚才跟大家看的 这个旧安医疗 是不是 旧安医疗 还王府警 王牌合力接力 合力接力 大起来的 是走出一步波浪壮阔的 一步走势 对吧 那我们呢 又结合什么 结合王牌注的 三鲜节量 和市场激励 为什么 那由黄金之注 支撑的 这股票就牛呢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 我们找的是装 次亚高大空背风 这全代表 全代表装的行为 它又叠加了什么 叠加了双重价 就是叠加 这个所长 是吧 那所长 大家知道 是装下吸收 控盘 这时候才能 我们在关键的节点 在关键的轨点当中 需要什么 需要看懂装的实力 那老师在书上呢 老师啊 也给我们啊 让学三个看盘 一个空决 大家也可以什么 通过今天 给大家交流的 基注啊 黄金注定义 黄金注的用法 和它的集合定性啊 量性的转发与生法 时间转发原则 空间转发原则 和组合转发原则 大家可以啊 按照这个 大家在这个图上 大家看看老师 这个图 为什么老师在证预报 老师为什么在证预报 好吧 感恩王的老师 感恩要学 我们是相信下一代的家人 我会拍摄 我们的这位 我们上次 我们下证预报